家人们,今天是618 不少朋友都问咱们有没有什么促销活动呢 怎么说呢 由于马带产品的特殊性 确实不太适合做大的促销 只要平时把最大的诚意都给到的客户 天天都是618 羊毛永远处在羊身上,对吧 今天我给大家继续推荐两个保障岛屿 就当618特惠咯 第一个,艾美 相信大家对它还是比较熟悉的 这个岛屿其实是不错的 只是今年最开始的定位有些问题 市场也不太认可 如今终于想通了 为中国市场定制了STI和PAI套餐 价格也亲民了不少 只要是性价比不错的豪岛 自然都能进入我的推荐名单 第二个是销售了好几年的巴料尼 这个意大利收花品牌从来都不便宜 如今带着豪华一下全包的光环重新回归 其纯正的血统出色了环境 优雅的设计 高品质的餐饮 或许正是你一直寻找的那个小众全包岛屿 那么的具体套餐内容究竟如何呢 今天就跟着我详细了解一下吧 开始之前还是得要大家动动小手 先帮我点赞 你鼓励我为大家带来更多 有价值内容的马带视频 我依然会结合实施的一个活动套餐 逼从这几方面 简要的为大家分析一下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咱们先讲艾美 品牌的话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可能你所在的城市就有 万豪集团旗下的豪华品牌 风格会更偏年轻时尚一些 主打性价比 按照马带的习惯分级呢 艾美自然就属于豪华五星岛了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地理位置 艾美位于马类以北 距离市中的拉菲亚尼环礁 35分钟水费即可到达 非常方便 我们放大来看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整个岛屿位于该环礁很宽的 西湖中央地带 熟悉岛屿特性的朋友 能立马判断出 岛屿四周的海水 必定很简很舒适 再放大 很明显这是一个植被茂盛的天然岛 到处都是漂亮的西湖 沙洲 以及一些海草 不过咱们也不能忽略 岛屿上方的海沟区域 据客人真实浮潜体验的反馈 该区域的海底世界很漂亮 珊瑚和鱼岛也非常丰富 只是你去到这里浮潜会远一点 就没有那些传统浮潜岛那么方便 所以很明显 艾美是一个西湖 远强与浮潜的岛屿 宽广漂亮的西湖 也会非常出片 关于酒店的总体概况 我们先结合它的最新官方视频 边看边了解吧 马尔德夫艾美酒店于2021年9月1日开业 也是万豪集团在马代的第七家酒店 酒店为一马内以北的拉菲亚印环郊 距离失踪 35分钟水飞即可商 该度假村占地9公顷 提供141栋海滩别墅和水上美墅 高级房型配备有私人泳池 餐饮部分堪称豪华 配备有6个风格各异的餐饮场所 艾美酒店品牌认可度高 管理成熟 也承诺为家庭和情侣 都提供一个好玩的庇护所 这个岛屿环境不错 四周均为广阔舒适的泄湖植被非常暴盛 非常适合进行各类机动和非机动水上项目 潜而安静的泄湖环境 除了能随手拍出精英剔透的马代大片 对一代孩子的家庭游戈而言 也会更加安全 相对较远的海沟浮浅区域 也能满足一般游客的浮浅需求 毫无疑问 这里必定会是一个充满欢乐及活力的水上游乐场 我们来看看爱美今年淡季的活动套餐 两沙两水或四水标准一架全包 水飞往返 六至十一月两成人的费用大概在二万五左右 注意哦 到十一月三十日都是这个价格 国庆暂时也没有增加费用 诚意确实是给足了 升级到永世房心呢 两成人的费用大概在三万一左右 儿童政策也不错 十二岁下小温要和父母同住吃住免费 仅需免签的费用 房心部分呢 爱美算是把套娃设计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房心类似基本上完全一样 区别就在于外面的私人泳池 以及位于岛尾的位置 而在房心的选择上 我其实会更推荐基础房心一些 因为四周已经有天然大泳池了 私人泳池显得就没有那么重要 当然私人泳池拍照肯定还是会更出篇一些 按需选择吧 位置上呢 大家应该和我一样会担心那个水草问题 刚去过的客人有给我反馈到 日出朝向的水屋会好一些 餐饮部分是其套餐的重点 我先把SL内容放在这里 简单来讲就是含了三餐和饮料 早餐主餐厅享用 午餐阉割掉了甜品 晚餐的话除了日本餐厅 其他餐厅均格选择 饮料方面仅含用餐时候的非酒精饮料 mini bar方面非酒精饮料和小吃每天补充 PAI的话区别主要就在于 餐厅和饮料酒水完全不受限制 mini bar也会有含酒精饮料 会更适合爱喝酒的游客 活动方面两个套餐所含的完全一样 除常规的浮潜装备 非机动项目外 还有赠送一次30分钟的SPA 一个小时的引导浮潜 以及30分钟的摄影和一张照片 爱美争斗儿童也会有一个专属礼遇 除前面有讲到的免吃住外 还有欢迎大礼包 无限量冰淇淋 众多免费的学习课程等等 让小朋友们能来马带学到更多 毕业的话有一次免费30分钟 毕业拍照 别墅内特别夜窗服务 以及沙滩浪漫晚餐的七折优惠 中文服务部分可就太厉害了 爱美在马带绝对是拥有中文服务 最多的岛屿之一 目前有多达9个中文服务 各个部门也都有中文菜单 即便是完全不会英文的游客 也完全不用担心语言问题 我的个人建议呢 黄新肯定最推荐性价比最高的基础房型 至于怎么组合 就看个人实际需求了 参标的话 爱美这次针对中国市场也划分的很清楚 不怎么喝酒的朋友 SAI绝对够用 喜欢喝酒的PAI自然会更适合 这次爱美酒店的套餐更新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用心的细节调整 在受众人群方面 他们应该还是会更倾向于家庭有一些 毕竟属性来了 家庭优马肯定是主力了 市场定位准确的酒店 自然也能再次得到市场的认可 咱们再来看下一个酒店 巴料尼 这是一个单身于1974年的意大利品牌 其酒店优雅而精致 会给到人们一种亲切温馨的氛围 而量身定制的服务 也发展成为了该酒店的服务理业 巴料尼目前总共有9间酒店 主要分布在欧洲 而马尔德夫巴料尼 是其第一家欧洲以外的酒店 巴料尼酒店集团 还是利鼎市和罗兰夏朵的成员 逐渐其奢华程度 按照马带的习惯分籍 巴料尼自然就属于奢华六星岛了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地理位置 巴料尼位于马内以南距离市中的 达哈阿鲁环郊 40分钟水费即可到达 还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放大来看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椭圆形的天然小岛 周围有几个热门度假的 这是瑞吉 这是一路威力 这是可以双岛直接接送的 再放大 很明显这是一个浮潜和细湖 坚固的精品小岛 四处的天然珊瑚礁很厚 内部细湖的海水 也会非常安静舒适 植被沙滩面积也非常不错 而外面不同的是 巴料尼会更加全面 福建也会更好更方便 关于酒店的总体概况 我们依然结合它的最新官方视频 边看边了解吧 马尔雷夫巴的年于2019年8月开业 这是一个拥有浪漫意大利风情的奢华品牌 酒店位于马内伊兰的达哈阿鲁环郊 距离失踪 40分钟水飞即可上岛 该度假村总共96间房 高级房型配备有4人泳池 4间餐厅 1间酒吧 这个非凡的度假圣地充满热带自然美景 酒店集团也一直在倡导意大利风格 以及当地特色的创新融合 整座岛屿优雅的意大利设计 也与马尔雷夫得天独合的自然美景相得益彰 绝大的沙滩浮浅环境 清新简约的设计 便捷的交通 精致丰富的餐饮 无人沙粥等等 这就是纯正巴雷尼风格的海岛天堂 疫情期间 酒店也对软硬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特别是餐饮部分 如今巴雷尼已经定位为一个奢华一架全包岛 给到游客的也会是全面升级后的奢华体验 我们来看看回归后的巴雷尼今年淡季的活动套餐 两沙粮水或四水一架全包 水飞往返 两身的费用6至9月大概在31,000左右 10月在33,000左右 升级到泳池房型费用还会高一些 不过这个价位也在意料之中 没有太贵也没有带来什么惊喜 儿童政策也比较一般 有好几个区间 4至12岁的小朋友入住4万需要4千7的费用 不是很友好哦 所以改酒店的定位应该还是会更偏蜜月游客一些 房型部分呢 所有的房间都是这种优雅时尚的简约设计 不知道大家喜欢吗 反正我是蛮喜欢这种风格的 房间面积虽然不大 也没有过多的奢华装饰 但整体看起来会很高级 也很舒服 至于要不要升级日落或者带私人泳车的房型 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即可 餐饮部分呢 我依然会把一架全包的内容放在这里 简单来讲就是含了三餐和饮料酒水 餐厅酒吧完全不受限制 mini吧也会每天补充一次 活动方面 除常规的福建装备 飞机动项目 是内外的一些公共活动 康阳体育锻炼等 也都是免费的 至于出海活动 目前的套餐的用力确实没有包含 这点有些遗憾 蜜月的话 入住4万会有欢迎气泡酒和小吃 弄卖浴缸布置 特殊礼物 以及一次特别蜜月晚餐 如果入住5万集以上的话 还会额外赠送一次60分钟的SPA 中文服务部分不用怀疑 目前肯定是没有的 因为连个中国销售都没有 就更谈不上中文服务了 所以这个岛对于英语 就会有一定的要求了 我的个人建议 巴了你的餐标 即便已经是中国市场 最喜欢的一架全包了 但它依然会是那个 定位于蜜月游的浪漫小众岛语 颜值很高 环境很棒 餐饮品质绝对上层 如果你的语言方面没有问题 又偏爱这种个性小岛的话 巴了你的品质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至于防新选择 技术的性价比肯定最高 但是都选到 奏化一架全包岛了 再怎么也的升级一个 泳之水吧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吧 好了 618的这两个全包小岛 都介绍完了 有你喜欢的吗 爱美这次真的是带来了 非常大的诚意 针对中国市场也做足了准备 如果你是家庭游客 又有熟悉来马带旅游的计划 爱美的全新套餐 性价比不可为不高 绝对值得你重点考虑 而86年则是一个 都是我们找酒店要了很久才给到的 这就是一个全球销售价格 并没有针对中国市场进行优化调整 所以说86年依然很意大利 走到永远是小众的精品路线 存在即合理嘛 各自也都会有各自的细分市场 我也会继续挖掘出一些 更多优质的岛屿淘产 分享给大家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继续三连鼓励我一下 当然 如果你们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 请务必告诉我 让我们共同为马尔代夫的推广处于分离吧 我是毕书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